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请1号男嘉宾 孟老师好 两位老师好 我叫叶子昂 来自湖北校赶 今年26岁了 现在在墨尔本大学念书 这位男嘉宾由荔枝网提供 来 选你的心动女生 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制推女生 当他进入全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制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 港容正大高好吃不上火爱之请回答 你的第一个问题是 我希望和将来的对象一起躺在躺椅上看自己喜欢的书 上来就躺 上来就躺 因为我觉得看书的时候是一个比较沉浸的状态 然后并且会有摇椅带来的微风 郑琪 男嘉宾 你好 我可以理解你是一个比较喜欢安静的人吗 因为我更希望能跟另外一半玩过山车 蹦击 密室逃脱 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安静的人 但是像你说的我之前也经常玩 我也不会抗拒这些 好的 13号 男嘉宾 你好 你说你喜欢看书 但是我可能就空闲的时间 我更希望出去走走 比如说旅个游什么 我可能更喜欢这样的方式 你会接受吗 我当然可以接受 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比较喜欢出去走走逛逛的人 好的 谢谢 我觉得人有很多很多的爱好 蹦极 骑行 钓鱼 爬山 密室逃脱 剧本上都OK 但是一个人永远不要放弃阅读的这个习惯 好 你的第二个问题 好 你的第二个问题 我不希望另一半会介意我做的黑暗料理 王欢林 男嘉宾 你好 我想问一下就是 黑暗料理你会要求我全部吃完吗 还是说就是尝一口 好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你可以尝一口 像我一般做的黑暗料理 我会自己吃完 但是我不会强迫别人去吃 好的 谢谢 我觉得自己做的黑暗料理 让另一半尝一下这属于情趣 要他吃完这属于家暴 19号 男嘉宾 你好 我觉得你这个黑暗料理 只要在不至死的情况下 我都可以给你吃个差不多 你都经历过什么姑娘 对呀 让我觉得这是对方的一种心意 15号 男嘉宾 你好 如果一个人的时候不知道该吃什么 我建议你可以吃港容蒸面包 蒸出来真的很不一样 淡淡奶香香醇柔软 好吃还不上火 推荐给你 好的 我们的港容蒸蛋糕 悄悄地变成了港容蒸面包 好 来看片子 每个人的人生中 都要做出很多重要的决定 你的第一个决定是什么 我是叶子昂 墨尔本大学金融专业研究生在读 我的第一个决定 是在高三那年出国读书 那时的我孤身一人 来到了人生地不熟的奥克兰 住在寄宿家庭里 本科考取了奥克兰大学 会计金融专业 研究生被墨尔本大学的金融专业录取 大学期间 成绩始终保持在前百分之一 也拿到了既有奖学金 还有一年我就毕业了 未来希望从事量化投资方面的工作 在国内的时候 喜欢和同学一起逛着集市 边走边吃 享受温馨的烟火气 出国后地广人稀 我也喜欢上了和大自然相处 最难忘的一次骑行经历 是在一条很窄的山路上 路的尽头是海天一线 蔚蓝的大海瞬间治愈了心情 我从小就喜欢小动物 三年前家里养了两只小猫咪 出国后每周都要和它们视频两三次 只要看到它们心情就能变得很好 为了看小动物我也是很拼 有一次为了看野生企鹅 我们开车三小时到一座岛上 在沙滩上足足等了一天 当时天快黑了 看见穷穷结队的小企鹅 一歪一歪的就像这个样子 我第一次看见这么多可爱的声明 我的心都要快融化了 留学期间我了解到一种社交活动 叫无压力相亲局 去的时候以为就是一个简单的吃饭 直到结束朋友来问我 要不要和某某女生加个联系方试试 我才恍然大悟来这里的 都是找男女朋友的 虽然这样的活动我也参加过几次 但始终没遇见合适的女生 我从小就喜欢看《非诚勿扰》 今天终于能有机会站在这里 希望能认识一位心仪的女生 一起规划我们的未来 24号 男嘉宾 你好 在墨尔本大学读研究生 我研究生是在昆士兰大学读的 我也是在澳洲 我想问一下那你毕业之后 你是打算回国还是继续留在澳洲啊 因为我刚刚看到你在影片末尾说 你是想找一个女生共同规划你们的未来 所以就是想了解一下你未来的一个去向 我未来应该是会选择回国发展 因为我觉得这边有我熟悉的地和熟悉的人 好的 谢谢 然后和另一半规划 就是会选择在一起生活 不会去异地恋这个样子 我的微博能够翻阅到最早的一天 是2017年的5月21号 就是在墨尔本发的 521 很浪漫的日子 我和一个叫郭德纲的人那天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们曾经历史上做过好几次 澳大利亚专场都做过三次 你那个时候多大啊 我那个时候20岁吧 你缓好几年了 我们做了大概20次海外专场 十几个国家 《非诚勿扰》 又将在今年启动海外专场了 如果大家也收看我们节目的 海外的华人朋友 可以登陆江苏广电的荔枝网 了解详情 16号 你好 男嘉宾 就我在VCR里看到你喜欢骑行 那你是更偏向于喜欢 就是去骑那种爬山公路呀 还是喜欢去骑一些 城市里面的这种景点呢 我会更偏向于其城市之间 比如说环海公路 因为我觉得这样可以看到 各种各样的风景 这是哪里 这个是澳大利亚的大洋路 我当时和朋友就是开车去这边玩 然后途中就会有山有海 也有悬崖峭壁 我们路过了一个 就是停满了房车的一个地方 然后我当时就问我朋友 这个地方是做什么的 然后他说就是有很多情侣都会来这边度假 然后我觉得这个很浪漫 然后我当时就想和未来的另一半来这边度假 我觉得挺浪漫的 他说话确实慢得连我都有点灼急 他很紧的商务 这是哪里 好 这个是新西兰的罗托鲁拉镇 它也被称作臭鸡蛋镇 就是你一进入那个小镇的时候 你会闻到一股刺鼻的臭鸡蛋味道 是因为这个小镇里面会有很多硫磺 也会有很多地热冒出来 这个小镇里面会有很多天然的温泉 那泡完了会有臭鸡蛋味吗 泡完了不会 身上会滑溜溜的 我在那泡的时候 他们提醒了 身上带有金银首饰的你小心 你银气会变黑 所以把它摘掉 整个这个城市 无论你用什么样的香水护肤品 你每天闻到的都是臭鸡蛋味道 8号 那个男嘉宾你好 这是我通过你的第一个问题 包括你的V3里面的视频 还有刚刚的图片 我感觉你是一个非常享受生活的人 而且是享受慢生活的人 那我在想 如果你有一个急性子的女朋友 并且她生气的话 你会有什么反应呢 怎么处理呢 我希望自己的另一半是情绪会比较稳定的 灭灯的都是不稳定的 这都是火山系列 7号 男嘉宾你好 刚才在VCR里面看到你之前有参加过这个相亲局 我跟你有同样的经历 我是奔着体育运动去的 结果到了那儿呢 发现好像这些小伙伴们都是单身的身份 而且大家就是还比较喜欢那种社交啊 我觉得现在国内也有很多这样年轻人的这种社交型的游戏啊 一些互动 你回答 我觉得这样的活动其实对于找对象还是挺有意义的 因为你事先不会被告知 如果刚刚有一个观众打开我们节目看到刚才那一段 会觉得那边开了两倍速 我觉得现在国内也有很多年轻人的这种社交 但这边是0.5倍速 我觉得这样的活动其实对于找对象还是 我觉得他会仿佛觉得这个电视这个速率一直在调 他们两个人对话太有趣了 然后你看他这个语速 你想和他吵架是不是会比较费劲 但你发火的时候他说我希望你情绪稳定一点 我想问一下男嘉宾 你是学金融的 然后将来可能往量化投资方面对吧 对对对 你以后要是做金融相关 也会是这个生命节奏吗 他会不会错过很多的机会 那种沙发果断几秒钟哗哗哗哗 你这个速度怎么办呢 因为在工作中的话 就是像我们一般都会比较书面化的去沟通 就是发邮件 发邮件 4号 你好 男嘉宾 我看影位下说你喜欢去逛那个夜市嘛 然后我是四川人 然后我想问你 你喜欢吃烤脑花吗 烤脑花它是猪肉吗 好问题啊 我不太会选择吃这样的食物 可以下一条 我的第一次恋爱是 源于女生的主动追求 她是一个非常热情主动的女孩 她喜欢在公众场合和我做一些亲密的举动 我向对象表达爱意的时候 也会选择拥抱 但我不会在公共场合 我希望我未来的另一半会理解 这段感情没有持续多久 我们便分开了 在国外谈一场恋爱其实挺不容易的 但我有幸遇到了和我相处方式一样的人 在一个特殊的瞬间 我意识到我喜欢上了她 那天我和她一起出去吃饭 她身体不舒服 所以想出去透透气 回来的时候脸色煞白 然后重重地摔到了地上 我背起她 然后把她背下楼 我看到了她最柔弱的一面 我的保护欲被强烈地激发了 那一瞬间 我明白了我对她的爱意 在正式开始恋爱前 我和她开诚不公地谈了一次 我觉得最舒服的恋爱模式 是恋爱的同时有自己的独处空间 同时不必为对方改变和委屈自己 她也欣然接受了这一点 恋爱是一件快乐又享受的事情 我理想中的恋爱是同志同量的 我们的喜欢也是对等的 未来希望找一个内心自信强大的女生 一起去做彼此喜欢的事情 我带她去蹦极 感受同生共死的瞬间 我们一起钓鱼钓虾 骑马散步 去感受大自然的治愈 创造属于我们的美好回忆 谢谢 21号 男嘉宾 你好 刚刚在VCR里面看到 你不喜欢在公共场合 跟自己的另一半拥抱 那比如说有一个聚会 除了你们两个之外 剩下的都是你们的好朋友 你会不会跟你的另一半牵手或者拥抱 还是说会保持一些距离呢 我觉得牵手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把整个聚会气氛 弄得很暧昧的话 就会对我造成一定的压力 好的 谢谢 2号 男嘉宾 我还是想讲一下 刚刚那个公开场合 亲密动作的 就是您是觉得就是 别人的眼光会让你觉得不舒服吗 就比如说你跟你的另一半在路边上 就是抱一下 或者他靠在你身上 然后路人就是看着你们 会让你觉得很不舒服吗 会让我有一定的心理压力 因为我自认为自己算是一个 相对来说比较传统的人 金洋洋 男嘉宾 你好 我想问一下就是 你生活中也是一个这样子的人吗 就是说话也是这样的 还是说在台上比较紧张 你一边在思考一边在回答 生活中会活泼一点吗 相对来说 我觉得我生活中和台上没有太大的区别 就是 好吧 那我还有个问题 就是你刚刚说到公众场合 你可能不愿意牵手拥抱什么的 那私下你不会牵手拥抱 还要女生主动吧 对啊 这不是让女生主动 就是私下怎么样都可以 怎么样都可以 你说一个 就做一些比较亲密的举动 就拥抱 然后亲吻之类的 郑琪 男嘉宾 你好 我挺能理解谈恋爱的时候 要给双方一个独立的空间 这点我是可以接受到 但是如果我们在相处的时候 比如说我忙前忙后 给你做了一大桌的好吃的菜 然后你会不会就说 挺好吃的 我不会让另一半自己一个人 做一大桌的好吃的菜 我会和他一起去做 最后一个问题 五号 您好 男嘉宾 在微信二里看您说您自己是一个被动的人 那您有主动为女生做过哪些事呢 我会去 比如说他下课我会去找他 然后带他出去吃饭之类的 现在留灯的是4号 12号 13号 上去灭掉一盏灯回来 我觉得在《非诚》的舞台上 12 13号两个女生同时留灯的 这个机会很少 今天出现了 有请12 13号 来 男生的心动女生是哪一位 10号 看一下支推是谁 叶子昂的智推女生是 17号 王子晶 男生个性内敛 笃定自信从容 随性自在热爱生活 对未知事物充满好奇心 女生洒脱随性热爱运动 喜欢朴实无华 随遇而安的舒适生活 两个人都是自信独立 随性自在的人士相处起来 舒适又自然的一对 供两位参考 看一下三个女生的基本资料 赵琴 细节控 这样的我 好听 这样的我 时常把自己比作一只小鸟 自由且快乐 常常选择旅行度过周末 虽然时间不充裕 但说走就走的时刻 真的很让人兴奋 飞去青岛 吹一吹海风 坐上列车 爬一爬泰山 跑到资博 凑一凑热闹 爬上上山 看一眼日出 每一次出行 最让我担心的是 我的四只宝贝 虽然他们不会说话 但总能在我伤心难过时 给我最大的安慰 他们调皮捣蛋的日常 让我一个人的生活越发有趣 虽然一个人很自由很快乐 但如果遇到同行的那个人 我想会有更多的惊喜和美好 你喜欢这样的我吗 王子晶 跟我一起运动吧 我的性格 喜欢的类型 喜欢的类型 三 喜欢有男人味的声音 类型参考康辉 自己喜欢小眼睛 单眼皮的男生 孙洪雷 你看你一共三行半字 出现了两个男人 郑琪 一 我的解压方式 理想的他 我的恋爱观 三 理想的他 二 希望找一个能够长期交往的男生 能够体贴和照顾自己 讨厌不上镜 整日抽烟喝酒的男生 最后一个问题 问三个女生 如果我们在一起交往后 你们想一起去做什么 躺着看书呗 13号 我会想 就是一起到外面走一走 去看看世界 到处旅行 这样 17号 我觉得如果我们在一起之后 能做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 无论是出去旅行 或者说是在家做做饭 甚至就是说一起看书 我觉得都是很幸福的事情 就是无论做什么 还是重要的是对方是谁 可以吗 郑琪 我会希望和另外一半去玩蹦极 然后可以养一只我们喜欢的小狗 一起养一只小狗 好甜 希望和另外一半去蹦极 然后一起养一只小狗 要做最后的决定了 选中间的女生有可能被拒绝 离自己回去 另外两个女生 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个 你的决定是 我去玩 哇舞 《非诚勿扰》 马上回来 要做最后的决定了 选中间的女生 有可能被拒绝 离自己回去 另外两个女生 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个 你的决定是 大家好 我是正吉 来自广东珠海 今年22岁 来看男嘉宾心动女生 是哪一位 12号 12号 正琪 我的决定是12号 谢谢 谢谢 我叫叶子昂 今年26岁了 男嘉宾 你好 我希望能跟另外一半 玩过山车 蹦极 我带她去蹦极 感受同生共死的瞬间 有请是23号 来看男嘉宾心动女生 是哪一位 这是我的思考 两国玩 两个人一起指着 怎么比浪漫 恒最爱的 被想碰 我希望能让你 因为我自己平时是一个比较好动的人 所以他那个说话方式觉得挺幽默的 就是我觉得可能我们俩 如果说能走到一起的话 可能是会有不一样的火花 其实在刚刚准备牵手之前 我还有一些话想对你说 但是一想到要牵你的手 我就忘掉了 说话 他们都说我说话很慢 但是我就想慢慢的说给你听 因为你也很喜欢户外运动极限运动 所以我将来想带你去澳洲 我们一起去凤吉去滑翔伞 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吗 我愿意 刚容蒸蛋糕我对你是真的 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好甜哦 找到这儿的时候专门回头看了一眼 而且珍奇的回答说我要蹦吉和养狗 其实就对那个男生说的 因为那个男生想蹦吉 珍奇在我们台上也蛮久了 然后我有印象的是 珍奇说她是一个爱哭的女孩 对 所以也许她想找一个情绪稳定的 没错 那个慢有时候也是一种包容 也是一种安全感极大的延展 祝她们幸福 《非诚勿扰》由港容蒸蛋糕特员播出 港容蒸蛋糕我对你是真的 港容蒸蛋糕好吃不上火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孟老师你好 陈老师 黄老师 你们好 24位女嘉宾大家好 我是来自四川石峰的胡柯 今年30岁 本嘉宾由更懂你的世纪家园网推荐 来 选你的心动女生 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 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制推女生 当他进入全力反转的时候 我们将公布制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 港容蒸蛋糕好吃不上火 爱之请回答 你的第一个问题是 我希望你能带我去你以前上学 特别爱吃的一家店 贾小丹 你好 男嘉宾 你好 我高中的时候最爱吃的是烤肉拌饭 还有学校门口的那种烤冷面 你最喜欢吃的是什么店吗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以前上大学的时候 我们学校门口有一家三瓦小吃 它有很多四川比较有特色的一些小吃店 像淡淡面 甜水面 还有冰粉什么的 我最喜欢吃他们家的甜水面 老板特别有个性 每次我要点甜水面 我会对老板说一句 我说老板不要蒜不要辣椒 然后老板就会说一句 你不要辣椒又不要蒜了 你吃哈子嘞 画面当中的这四样东西都是我的最爱 有着这家店我可以吃两年 这四个里面你第一个会选哪个吃 第二 凉面 第二 甜水面 这个四川的凉粉和凉面 可以辣到心脏痛 我小的时候真的有一种 心脏带痛的感觉 16号 你好 男嘉宾 我大学的时候门口 有一个小吃是锅包肉 虽然是一个内蒙人 但是对于这个东北的锅包肉 超级喜欢 然后刚刚看那个照片 你是吃不了辣吗 还是什么 我还是挺能吃辣的 就四川的话一般像火锅 还有最近的小龙虾 我们都还挺能吃还是可以吃 我以为你是不太能吃辣 还是想推荐你吃一些这种酸甜酸甜的 还比较好吃 谢谢 你的第二个问题 我不希望你介意我在买菜时不讲价 因为我从小是在农村长大的 然后像我们家也是一直在有种地 小时候的时候我也知道 我们有一些邻居 他是在镇上或者是在市区里面 去做菜农生意 挺辛苦的 但是因为菜的单价它不是特别的高 我们如果讲个价 可能就便宜几毛钱或者几块钱 对于我来讲的话 我还是觉得有点不忍心 金洋洋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我一般都是在那种软件上买 实在要去菜市场的话 我就会跟在阿婆后面 他讲好价了 我说那我也来一斤吧 可以 我年轻的时候就怎么干 人家说我来一条鱼 我也来一条鱼 拍拍两斤拍鱼 我也来两斤 12号 大家好 男嘉宾好 我叫朱丽婷 我来自广东韶关 目前在深圳工作 然后从事的是教育行业 然后其实我对男嘉宾刚刚说那番话 挺有共情的感觉的 因为我家里的亲戚是从事这个行业的 非常辛苦 我能感受到男嘉宾是那种 非常有生活气的男生 虽然没有进行讲价这个环节 但我猜他肯定会在这个过程当中 跟我们的菜农民伯伯们 会讲一句话就是 您给我搭条葱 然后我下次再来照顾您的生意 对 因为在广东我们客家人这边的一种习惯 就是礼尚往来 这种过程当中会有非常好的 送人玫瑰手有鱼香那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男嘉宾买菜不讲价 但是这个道理 所以我觉得挺好的 谢谢 12号你嘉宾在说话的时候 我看男嘉宾一直在微笑 你好像看懂了他 他不讲价钱 然后他去学生时代最喜欢的那个小店 然后他一上来就讲方言 讲他的童年 感觉是个很真诚的人 对 是个很真诚的人 来看片子 几年的艰辛创业 让我忙碌而疲惫 加上父母渐渐老去 我开始思考 哪些才是对自己更珍贵的事情 我热爱的应该是简单自然的生活 我觉得回到农村生活 会让我觉得更加的踏实 于是我决定陪着父母 一起来做这件我热爱的事情 改造这个院子 我是胡柯 欢迎来到我的院子 爸爸是旧院改造的主力军 根据我的设计想法进行拆建 妈妈亲手种植花草 布置花园 还包办了我们的一日三餐 三十岁的我 就像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和父母住进了这座亲手搭建的院落里 在这里时间可以过得很慢 匆匆忙忙还只是清晨 时间也可以很快 一壶茶一做就是一下午 我平时还很喜欢拿着相机和手机记录 乡下的农作物 四季变化 乡间邻里 还有我最爱的父母 都是我分享的素材 我把小院的改造日记发在网上 小院的名气慢慢大了 很多人慕名而来 后来我便与母亲 在小院里经营一些茶点小吃 也让一些网友看到乡村生活的另一种可能 有客人因为我的小院成为了情侣 也有客人因为我的小院重新热爱上了生活 打理这一间小小的庭院 也成为了现在我真正热爱的事情 每天我都和父母一起期待新朋友的到来 现在也期待着你的到来 这个小院子在什么地方啊 在石方然后尖底镇泰勒村 离成都的距离是有多远 从成都的话车程是在一个小时左右 不是太远 对 现在生意怎么样 因为我做这个院子出发点就是说先治愈自己 从开始慢慢慢慢火了之后 人流比较大了之后 我就还是想让自己的节奏稍微变慢一点 能够想到就是最开始这个出发点在哪里 然后慢慢现在的话我就把客流 控制到每天接待十个人 这样也比较有意思 男嘉宾的这个片子 我也感受到一种治愈感 我看到一个年轻人他找到了自己的热爱 找到了一种生活方式 谢谢 可不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你店里边有印象的 顾客的一些故事 有印象深刻的一个故事 当时是这个女生她坐车 然后到我们院子想来喝喝茶散散心 大巧的就是旁边坐了一个男生 两个人突然搭上画了 女生就说我要去这个院子 然后她就给这个男生看了我们院子的照片 这个男生说那我能不能和你一起去 然后这个女生说可以可以完全没问题 然后第二次来的时候 就是这个男生他来预定我们的座位 因为我也比较忙 我又没接待到他们 第三次他们两个一起来的时候 她就说老板 我们能不能一起坐下来聊一聊 然后我才得知 原来他们因为我这个院子走到了一起 从21年然后到现在 还是见证了很多人 因为我们的院子自己的生活得到了治愈 感觉她那个院子有很强的功能性 好像去了那儿单身的就找到人了 对好像是个四川小院版的非诚勿扰 你跟我们连办吧 可以可以欢迎你们 我们在那儿设一个报名点 2号 男嘉宾你好 我从小也是在农村长大的 因为我爸爸妈妈都是老师 要带高考班 所以早出晚归 然后我就一直在乡下生活 我小的时候到春天呢 就会去田里面摘油菜花 夏天呢是插秧的季节 对 你走在那种公路上面 都会有那个插秧车掉下来的 一坨一坨的那种秧 我会跟在那个后面去捡 然后偷偷地把它 放到那个水稻田里面去 冬天的时候 我会一个人背一个那个小罗筐 去挑祭菜 然后就特别推荐大家 可以去看流量城的一个人的村庄 然后它会跟墙皮对话 跟小草对话 就是去体验乡村的生活 如果平时大家接触不到的话 真的是个很惬意的事情 对 很舒适 现在说到乡村的生活了 我们来看大萍 我们大家来认一认 是不是都能认识的一些蔬菜 就是水稻 水稻吗 蒜苔 蒜苔 用我妈在打蒜苔 蒜苔 这边是蒜苗 这个走近了我也认识 这个叫 绿豆 空心菜 我们那边叫腾腾菜 然后旺菜都可以 这个叫 黄瓜吗 这个是 苦瓜 苦瓜 对 苦瓜花 苦瓜花是五角形的 对 好美 这是西瓜吗 这个萝卷 萝卜 萝卜 这是什么 这一个是 生姜 姜 姜 对 姜 这第一次见 对 姜是它的根对吧 这是它的叶 姜的叶子没有用吧 可以煮水 这个是 枣 好 这个是核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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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院子门口有一棵特别大的核桃树 它包开之后就是我们平时看到的核桃 对 这些都是我平时成继录的一些照片 我觉得男嘉宾拍摄的那个东西里面好像有一种对生活的热爱那种喜悦感 就你看到以后特别的能够受感染 他的这个美是真实的这种 是 是生活化的 是能打动人的那种东西 是的 能让我觉得我们的工作有些成就感 《非诚勿扰》每年来那么多的嘉宾 就是他用他们的生活真实的那种东西 留下了整个社会发展的那个过程 我实在是在想不到还有哪个其他节目能够如此均匀稳定地给我们呈现时代的这种变迁 10年前的青年可能是工业化 城市化 对 森林 钢筋 水泥 而现在我们逆城市化 开始又重新回到自然当中 回到了自然 复归反自然 这也是一个时代的脉搏和潮流 对 刚才那个片子里边有一个 拔那个蒜苗的那是 对 是我妈 还有别的照片吗 还有 那是我妈在浇地 洗一下地 我们这个院子 我和我妈就打理 我爸负责改造 大建的都是他在做 我爸动手能力非常强 这一个院子是我们三个亲手做出来的 除了窗户请了木匠 然后其他都是我们自己做的 对 就是我跟我妈拍的照片 我觉得男嘉宾拍照拍得好好 这是谁家 18号呢 对 这是我爸爸妈妈 这是今年过年回家 然后就是我偷拍的 我爸平时也不怎么给我打电话 就是话比较少嘛 然后可能回家就是看到 我觉得过得 他们过得还是蛮幸福的嘛 你看这对夫妻相互对视的 那个眼神力很有爱 是的 比如说这张照片拍得还真的不错 是 关键是情绪和那一瞬间 对 找得挺好的 还有没有谁的照片 家里面 这是 这个是我的 假小单 对 这个是我那个时候 带爸爸妈妈一起去拍的一套照片 因为觉得他们俩年轻的时候 没有好好的拍过一套婚纱照 正好我妈也很喜欢汉服嘛 然后那个时候 带他们俩一起去拍了一套 16号 你好 男嘉宾 就是我平时都是在外地的嘛 然后只有过年回家才能跟父母团聚 然后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去跟父母相处 尤其是我爸 那你是怎么去跟家里人就是更好的这个相处呢 以前我自己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小自己的情绪或者脾气 但是现在的话我就会觉得父母年龄慢慢变大了 然后好像自己的话应该也要比以前更懂事一些 有一些可能想突然发脾气什么的 自己也应该要克制一下 因为他们也挺辛苦的 我们都应该要站在对方的这个角度去体谅一下大家 赵晴 男嘉宾你好 你好 看到你在VCR里介绍你的小院啊 然后包括你在台上的一些谈吐讲话 我感觉你是一个比较安静沉稳的人 那你对你的另一半的性格有没有一些预期呢 我们能够有比较共同的话题 比如说听歌或者看电影都喜欢田园生活 然后外向活泼画多一点 好看下一条 今年我三十岁了 但是在爱情中我还是一个新手 以前也有过几次安恋经历 但最终都没能成功 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在大学 那时候每到九点半十点 我路过琴房总是听到有人弹李斯特的弥菲斯托原舞曲 这首曲子难度很大 想要完整演奏下来需要惊人的臂力和体力 那段时间每每经过琴房 我都会驻足聆听 研究对方是怎么处理这首曲子 后来一场音乐会的汇报演出 我终于看到演奏人 惊讶于她的技法的同时 更惊讶于她是一个女生 之后我会经常关注她 后来有过几次接触 也就慢慢认识了彼此 她是一个很完美 很有魅力的人 也一直都是专业第一 因为在最开始认识她的时候 她在我心中非常的优秀 于是我暗自告诉自己 一定要让自己也要变得更加优秀 再去表明我自己的想法 我自己的真实想法就是 好像我再进步 人家也在进步 这种爱慕也让我不自觉产生了自卑 犹犹豫豫一直没有表白 后来得知她要出国 我还是鼓起勇气 我一直挺喜欢你的 谢谢 这份暗恋在女生离开时草草收场了 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自己爱得太傻 忽略得太多 也觉得自己应该再勇敢一些 现在我变得更加的优秀了 如果我遇到喜欢的人 我一定会勇敢地迈出当下的这一步 我还蛮向往可以和恋爱的人步入婚姻 如果有这样子的缘分 我一定会牢牢把握 希望你是一个善良 乐观 热爱生活的人 我们两个能够一起去学习 去体验 去做很多事情 也把彼此都规划进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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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没听够好好听啊 所以男嘉宾你在你的院子里会弹琴吗 我现在的话弹得比较少 因为平时打理院子的时间是比较忙 你院子里边有没有钢琴 有两架 一架是给客人准备的 然后一架是我自己的 你经常可以没事在这弹一弹 也许哪一天晚上路过的时候 有人本来不知道这儿 听到这个琴声就进来了 对 赵琴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刚才在V3R里看到 你一直是暗恋着那个人 然后一直不敢说 我想问一下你在今后碰到喜欢的人 你会是怎么样的一种表达态度呢 现在如果说遇到一个对的人 应该大胆地然后去表达出来 我以前可能会不那么自信 然后我现在的话会有勇气 然后去把我的想法 大胆地说出去 对 3号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你说你未来的另一半 你是想要步入婚姻的 那你觉得谈恋爱谈到什么程度 才适合结婚呢 我的感悟 因为我坐院子的时候 我觉得很多东西是不能急的 可能就是在某一个阶段干某一个事情 如果说就是两个人 我们在相处的过程当中 大家都有往更好的方向走的话 我觉得可以坦诚地对大家讲究说 我们要不要进入下一个阶段这样子 我想问一下女生们 你们如果面对一个男生 觉得本来有好感的 想交往的时候 你们介不介意他过去没有恋爱经历 8号 男嘉宾 你好 就是我也只是谈过一段恋爱 在我上一段恋爱谈的时候 我在想我没有谈过嘛 然后我也想找一个 对方也没有谈过恋爱的人 那像你的话 会不会希望对方也经历少一点 或者像你一样没有谈过恋爱吗 我觉得每一个人的成长环境和经历是不一样的 像我爸妈他们就是初恋结婚的 然后我自己的话我也觉得 不管对方谈过几次恋爱 或者是我没有谈过 我觉得要重要的就是当下吧 就是比如说两个人能够聊到来的话 我觉得是更好的 对 10号 男嘉宾 你好 我没有感情洁癖 我也不介意对方没有谈过恋爱 因为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互相喜欢 然后性格包括三观一致 我觉得才是更重要的 对 14号 就是如果没有谈过的话 我会好奇他为什么会选择我呢 那如果他选择了我的话 就是不合适的话 就是不合适的话 那就是 我好像明白他的意思了 这个意思可能是 我表述一下 对方喜欢我们是很好的 大家都会很高兴 有人喜欢我 但是在他根本没有过其他比较的时候 他喜欢我 我会对那个喜欢程度产生一点怀疑 这个问题大家怎么看 24号 可能我觉得还是结婚之前尽量的多谈 然后才知道谁才是最适合自己的 要不你初恋就结婚了 你可能结婚过几年之后 你发现另外一个人才是你的今生之爱 那这种怎么办 怎么办 这个是以后的事情 我觉得当下是最重要的 对 就是如果没有比较过 他就是喜欢我 我也很愿意接受这个事实 就像我们第一次爱上一个男生 我们可能没有跟任何人比较过 不管我是在学生时代 还是在任何时代 他吸引我的那个东西 他就是本质上我喜欢的那个东西 我觉得这个最大的问题是 你敢不敢相信自己的直觉 如果你是一个很忠于自己感受的人 你活在当下 你喜欢他 你就跟他在一起 需要注意的是 他只是没有谈过恋爱 他没有恋爱经历 但他并不是没有情感经历 他有两段 对他带来了很大影响的暗恋 虽然那是一个 单向的情感的付出 但是他对于 喜欢是一种什么感受 爱是一种什么感觉 又有他的理解和表达 所以这其实不矛盾和冲突 我想分享一个 我自己的一个观点 我能够理解 14号女嘉宾她的意思 但是我觉得就是 现在很多人 不管是在工作或者是生活中 可能会比较的 不那么的放松 我觉得这个不放松 更多的是来自于 他们的喜欢比较 但是我自己有一个习惯 就比如说我拍照的相机 这个相机用了两年多 然后当时是我淘的一个二手相机 我知道可能有比我这个相机好很多的 但是我在用的时候 从我自己的眼中和我的手上 我能通过它去拍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我想说的是这个 我觉得我们的生活可以更放松一点 对 虽然现场的灯都已经灭了 但是我们节目还有很多的观众在看 也许还有很多观众 对于这种生命的美感的理解 跟你是有共鸣的 他可以通过邮件或者其他的方式 来跟你产生联系 好 谢谢老师 再见 谢谢 我觉得我这次失败的主要原因 是因为女嘉宾可能知道我没有恋爱经历 可能在后面相处的过程当中 不能更好的照顾到对方 我觉得第一次恋爱 然后就结婚 对我来讲的话是OK的 因为我能够从我爸妈的身上 能够看到他们朝夕相处几十年 相互之间的爱是没有变过的 然后大家也是能够真诚地对待对方 我是一个性格比较外向活泼的人 如果你对我感兴趣 可以联系我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港容蒸蛋糕好吃不上火 提醒您精彩继续 我感兴趣 孟老师好 你好 汪老师好 杉明老师好 现场的二十四位女嘉宾大家好 我叫高云 来自于云南昆明 今年37岁 兄弟 要不然我活在你的阴影里边了 这位男嘉宾由荔枝网提供 来 选你的心动女生 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 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 制推女生 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 我们将公布制推女生参与 恋爱选择 港中真的高 好吃不上火 爱之请回答 你的第一个问题是 我希望你跟我一起 享受城市漫游 城市漫游 对 城市漫游 就是现在我们年轻人当中 最流行的一个活动 叫做City Walk 在城市当中漫无目的地去走 然后去体验不一样的惊喜 比如说走到一条街 有咖啡厅 有有趣的人 然后我们就一起停下来打卡 这是昆明的一日游 对 我现在住在昆明 然后我家就住在一号的位置 然后旁边就是翠虎公园 他就走一圈你看有自然风光 有历史 人文 人文 有商业 有学术 有艺术 最后到农贸市场 对 讲着价把菜买了 还有生活 回家做饭 王子晶 男嘉宾 你好 爱 你好 我也是一个特别喜欢 在一个城市里面溜达的人 就是我现在生活的城市是北京 因为我觉得北京 它其实非常适合 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城市漫游 就是我是一个特别喜欢逛胡同的人 就是北京的那些胡同我就逛不够 平时就是跟朋友在一起 我们吃完饭 下午就会去时差海 然后沿着时差海走 然后走到南楼古巷 然后再走到古楼 最后再溜达回去 然后再坐地铁回家 我就觉得这样跟朋友在一起 漫游游的 没有任何压力的 没有任何目的的去走路 去溜达 然后看风景 然后北京的天气也特别的好 就是感觉特别的幸福 我特别赞同你的观点 就是要漫无目的去走 发现意外的惊喜 真的挺好的 中山岭周围也很好走 林孝林 美林宫 然后中山岭音乐台 林鼓四 这个就是紫金山 这是我拍的照片 因为我跟我的朋友们 就夜晚登上了紫金山 我们在山巅 我很喜欢你们那个姿势 就对着那个星星 不是 围坐在那儿是在聊 我们在弹琴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拍照的时候光源 拍人物的时候光源 尽量不要从下面往上打 一般都只有恐怖片 才有这样的光 紫金山里边还能看到 一种国家保护动物 非常罕见的中华虎凤蝶 一种很稀有的一种蝴蝶 在紫金山里边有 你的第二个问题是 我的第二个问题是 我不希望你觉得我不合群 那你到底合不合群呢 其实我挺合群的 我之所以不合群 是我不抽烟 不喝酒 也不去任何酒吧 因为我体验过 各种各样的生活 最后我发现 其实更健康 更绿色的更适合我 但是如果女嘉宾 如果我们牵手了 你喜欢去参加社交场合 人多的地方 我也可以陪你去 7号 男嘉宾 你好 其实我就是一个 比较喜欢各种各样 社交活动的 这样的一个女孩子 然后像我可能 不是说像您说的 去喝酒什么的 我特别喜欢 各种各样的体育运动 比如说一起去 打打球 踢一踢球 那您平时喜欢 这一类的社交运动吗 当我还在年轻 是个高中生的时候 特别喜欢打这些球 现在长大了 然后比较喜欢玩一点 极限运动 然后骑骑车呀 然后爬爬山呀 浅浅水呀 滑滑雪呀 骑骑车 你是说那种洛杉磯那种 对 就是洛杉磯 对 洛杉磯 陈铭老师 你很懂 你很不错 因为骑车能被归在 极限运动当中的不多 这是一个 这是我在国内做极限运动 从山尖上冲下来 专门冲悬崖的 找那个多班分泌的快乐 然后这个是我参加 墨尔本的越野马拉松 然后穿过森林 穿过海 穿过南太平洋 他很有镜头感 你发现没有 大家都正常在跑 他还看镜头在哪里 好 来看片子 时间出一刻 是 我是2023年的你 谢谢你的一路咬牙坚持 我对你很厉害 那我的梦想都实现了吗 那就听我说说 你未来的故事吧 2011年 你成为知名英语培训机构名师 2012年 主持的英文广播节目 突破一千万点击量 2014年 丢掉光环 攻读墨尔本蒙纳什大学硕士 2018年 回国后 你重新站上英语奖胎 2021年 你再期望坐拥了 超过两百万的关注 学生都喜欢教你 云文 爬 云文 爬 爬 二十二小时里 学习各种领域的新技能 不断挑战自己的极限 每一个真实的现在 都是我曾经幻想的未来 我有一个危机两年的 环游世界计划 打卡地球南北两极 横跨欧美大陆 最终回到祖国的怀抱 游遍祖国的大好河山 那你还在等什么 还差最后一步 找到和我奔赴未来的 英语主角 24号 男嘉宾在VCR里 感觉他非常热爱他的工作 那你作为一个英语老师 英语博主 你可以在现场教一下 就在我们生活当中 很实用的这样的一些 英语表达 其实表白除了 I love you 和I like you之外 还有三个境界的表达 我就描述一下 我从小男生 到男人的整个过程 当我还是个小男生的时候 我见到喜欢的女孩 我会对她很心动 很有感觉 于是就有个短语 叫做 I am into you 字面意思是 我想进入到你的心里 然后第二种阶段是 这个小男生慢慢长大了 然后发现这个女生 就是他的全部 于是留下了另外一句话 叫做 I can't quit you 我无法离开你 没有你的生活 我应该怎么过 然后这个男生 最后真正地成长 为一个真正的男人 把本我给抛弃了 把主语换成对方 就变成 You complete me 字面意思是你完成了我 实际要表达的意思是 因为有你 我的生活变得更完整 好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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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这个很浪漫 好浪漫 好高级 完全 学到了 反正我也没有机会用这些词吧 好 好 十五号 男嘉宾 您刚才提到您自己工作也是 自己直播 自己是一个团队 你为什么不选择团队 去做这样一件事情呢 在一开始的时候 是一个人搞定的 后来发现工作太多了 我一个人做剪辑 一个人做视频 一个人做文案 一个人做保安 做台前他要全部酷 后来发现我就应该找个小伙伴 但是我是一个比较追求完美的人 我发现和小伙伴的沟通过程当中 沟通成本太大了 那不如我自己来 就是是不是可以理解 你是不太放心 把自己的事情 或者把一些事情 交给对方去做的这么一个人 然后你会希望 事事都是你来掌控的 会这样子吗 没有 没有 你多虑了 在我自己的工作领域 我是自己掌控 如果两个人相处的话 我觉得舒服第一 你喜欢吃火锅 我喜欢吃烤肉 那我们不用争 我先陪着你吃火锅 然后你再陪着我吃烤肉 我希望我两个人在一起 你做最真实的你自己 舒服最重要 对 12号 男嘉宾 你好 想问您就是 就是我比较想思考 就是说当有些事情 跟你能利益伴 需要站在同一个利益场 去考虑一些问题的时候 这个时候 你还是会做得到 就是说尊重对方 然后听取对方 建议还说 您觉得这个事情 不能够很放心交给他 依然要以你作为主导呢 我觉得两个人沟通最重要 如果我两个是一个共同体的话 我觉得不管出现任何问题 我们可以先沟通 然后你说的涉及到利益 其实只有工作 我是这么追求完美的 平时的其他状态 我去求一个舒服 真实 自然的状态 当然好问的问题很有意思 其实我觉得很值得探讨 你一直在强调工作和生活要分开 但是在婚姻生活当中 很多时候它很难完全分开 比方说你两个小时 火力全开的时候 如果跟另外一半 在教育理念上 有一些分歧的话 如果有一定分歧的话 我会先听一下他的建议 然后分析他的一二三 然后我再给出我的建议 然后分析一下一二三 然后我们共同来决定 然后我不会强求 我只是给出一个观点 然后如果一样更好 如果不一样没有关系 我们互相沟通 或者可以先试试你的 再试试我的 我们选一个更好的 20号 男嘉宾 你好 刚刚有看到你想和你的 就是结婚对象 进行一个婚前旅行 为期两年的婚前旅行 然后你有制定好计划吗 对啊 我制定了一个完整的计划 分为四个阶段 每一个阶段三个月 三个月旅行 三个月休整 第一个阶段是 我们去澳大利亚坐船到南极 第二个阶段是去北极的 后一个阶段是去欧洲的 最后一个阶段是回到国内 游遍祖国的大号河山 整个过程当中 我们学习滑翔伞 学习潜水 学习滑雪 甚至还要学习户外的生存技能 我是这样想的 好厉害 我听很多其他的环球旅行的时候 感觉到是一种浪漫 但是他这个旅行 有一种不一样别致的力量 更像一个培训学校的感觉 我上了几个班连着 我觉得他的旅行 也是火力全开 对 其实孟老师 陈铭老师 没有那么辛苦的 是两年四个阶段 三个月完三个月 你报的这个班差不多 两年至四学期 有报班的没有 17号 17号可以撑下来 我不是要报班 我是就是觉得 就刚才 你不要报班啊 我不报 我不报 就是我觉得那个男嘉宾的 压迫感好强啊 就是我觉得是真的就是一个老师 在跟我说我们这学期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要学什么什么 就一旦这个压到我身上 我感觉我不想去了 你自己去吧 没有没有 我电场女嘉宾还有孟老师误会了 其实我想强调是 城市漫无目的地去体验的这种感觉 因为大部分 就你这还漫无目的啊 你是我这辈子 借过目的心最强的人 我告诉你 前面那沐尔本兄弟才是漫无目的的 漫星 22号 大家好 我今年22岁 来自辽宁大连 我叫龚鸣 我是一名二级运动员 男嘉宾 你好 因为我本身就是运动员嘛 我跑得快 我有的时候跑快了 你可能还追不上我 那是肯定的 我平时就是那种比较风风火火的 然后我朋友约我前一天去三亚玩 然后第二天早上就已经出现在三亚了 因为我觉得好的恋人一定也是好的朋友 然后两个人可以相互沟通 然后一起去做运动 然后一起旅游 然后就很好 所以说我觉得男嘉宾可以放松一些 如果说遇到我这种运动型的女生的话 就是其实可以结合得很好的 谢谢 你那个两年他一年给你耍完 你多关注 这很合适 我觉得你逻辑好清晰 好像你也是一个火力全开的选手 红屏乐人出现了 再看下一条 这是一段很真诚的爱情故事 我怎么也不会想到有一天 太原高 他为了我靠近同一所学校 并向我告白了 今天起火该叫你学长了 现在回忆起来那课真的很感动 就仿佛水中月是天上月 眼前人就是心上人 就这样我们顺理成章地在一起了 还记得我给大家准备的第一个生日礼物 是12只口红 然后每只口红上都有一个单词 总结我们之间经历过的故事 我觉得情侣之间的生日礼物 就应该让对方感受到满满的爱意和诚意 可惜后来因为我们规划不同 进入了一段跨国恋 面对距离的无力感 我们最终友好的分手 第二段感情是一见钟情 她是一个搞笑有趣的女生 强远英文怎么说 我 眼睛呢 爱 膝盖呢 你 连在一起怎么说 我 爱 你 比起好看的外表 我更喜欢有趣的灵魂 比如说李雪晴那样的 浪漫的观点 有趣的表达 和这样的女生在一起 我觉得每一天都会很有意思吧 但生活中除了有趣之外 我更希望我们一起学习 一起进步 在这一点上 我们产生了很大的分歧 她想要朝九晚五 按部就班的稳定生活 而我想在稳定之前 把没有体验过的事情体验遍 我们再决定学哪样的生活 现在的我 希望感情中的彼此 能完全真实地做自己 在舒服的关系中相处 在双向奔赴的目标里 享受生活 让你们开始展示单 24号 你好男嘉宾 我真正 τη感情 刚刚听到 您对于感情的问题的回答 都是比较严谨 我想请问 您平时是一个比较理性的人吗 您比较理想的另一半 是怎么样的呢 其实我是一个为爱冲锋的勇士 为爱冲锋的勇士 比较 恋爱比较上头 什么再说一遍 为爱冲锋的勇士 勇气很足 风都吓死了 来 黄三三 我想请问一下男嘉宾 你除了送女生12支口红外 有没有送过什么特别的礼物 就是很用心的那种 比如说我们会把每个月的 拍立得拍的照片拍12个月 每个张照片写一个关键词 代表那个月我们的心情 然后用相框把它表起来 作为一年的纪念日送给她 我觉得这是我目前觉得 超用心的一个礼物 我有一个不错的推荐 就是可以两个人一起去彩瓷店 一起做一个杯子 因为杯子是每天都要喝水的 就用到一起做的杯子 就会很幸福 有的人说不建议做杯子 杯在中文当中和杯剧同音 但是还有一个说法就是 杯子等于一辈子 一辈子都是杯剧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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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说彩词特别美 是这个意思 5号 男嘉宾你好 我想问的是就是我看VCR说 您的这个事业心非常重 但是您女朋友呢又非常粘人 那你会怎么做呢 就是平衡这个恋爱和工作这个事情 如果遇到你说的这种问题 我觉得沟通最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朝一个方向 我们遇到问题 我们就去解决 去沟通 对错不重要 我们朝这个方向去解决 我觉得这种舒服的感觉和关系 是我和对象相处的方法 好 最后一个问题 8号 那个男嘉宾你好 就是我看你的VCR这两段 包括你对旅游的计划 我感觉你是一个非常有效率 然后阳光积极 然后对生活也是非常有规划的人 那我想请问一下你在爱情当中 你也是一个追求效率的人吗 并且对就是 谈一场没有结果的恋爱 是什么看法呢 第一点是谈到效率 我觉得爱情是慢慢来的 两个人互相了解 第二没有结果我们是否还在一起 我个人觉得人生就是犹如打游戏 重要的不是结果 我觉得体验更重要 所以我觉得即使我知道我们在一起了 我也会勇敢地去和他在一起 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 大卫老师 对 就是你在说那些话的时候 你说要活在当下 要去享受每一天的时候 但是你给出的那个语速和一二三四 会让人觉得好像你没有享受 在表达当下的那个快乐 如果用两个词来总结你身上最大的特点 我感受到的第一个是叫计划 第二个叫展示 如果我们想略略地调整一下 就是少一点点计划 少一点点展示给他人 而是关照自己 就也许会有一点点不一样 其实我是很欣赏你的上进和努力的 而且我相信你这样的状态 一定能把事情做好 但是在恋爱的过程中 如果稍微慢一点点 再快乐一点 再松弛一点 也许会更好 好 谢谢 所以你以后要注意一下 你跟别人表达 语速有的时候慢一点 肢体语言收缩一点 表情管理再淡一点 可能对你讲话的那个力量更有效 好 我记得先 好 再见 好 谢谢孟老师 谢谢黄老师 谢谢陈敏老师 谢谢陈敏老师 谢谢大家 未来的我会重新调整一下自己的态度 然后说话说不要那么快 平时在生活中实际相处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我是很舒服很很搞笑的 不像台上那么压迫感强 大家的观点 让我重新认识到个全新的自己 也挺好的 虽然今天遗憾离场了 我觉得也是我最开心的一天 我叫高元 今年三十七岁 来自于南昆明 平时的生活其实挺有趣的 我想找到一个有趣灵魂 和我一起体验 有趣的生活 如果你对我感兴趣 可以联系我哟 《非诚勿扰》 马上回来 《非诚勿扰》 精彩继续 谢谢收看今天的《非诚勿扰》 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非诚勿扰》 我们回首行《非诚勿扰》 这个是 爱的人 一起到老